是球队实力不尽,还是一帅无能类似赛军? 在2018赛季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中,上岗再次惨遭淘汰,别道火山口的火焰终于爆发。 赛后,在上海上岗俱乐部官方微博,上岗球迷一同向主帅佩雷拉喊出了最强有力的两个字下课,而这一幕在去年博阿斯真有体会,不少球迷质疑主帅佩雷拉的训练方式,比顾安多休息几天,技能却必对手差,而他在临场指挥中的换人也遭受质疑。 在上岗官博中写道,在最后的点球大战中,埃尔克森首轮发誓,上岗队遗憾已总比分期比8点球4比5负于北京中克国安,无缘俗鞋杯四强。 而在评论区中的球迷却砸了锅,不少球迷纷纷要求主帅佩雷拉下课,有球迷认为,锅在于下窗没引人,看不懂下窗为什么不交易掉小熊,明明上半赛季状态就不好。 今天古然连土三个饼,提丢一个点球,塔利斯卡上岗北先推荐,无动于衷,看看到了恒大是个什么表现,下窗转会一个人不满,怎么应付多线作战。 但更多的球迷则是把矛头直指主帅佩雷拉,一家无能,累死散军,佩雷拉下课,从来没那么愤怒过,主教练一手毁掉了整场比赛。 心疼我无能,心疼我王队,请佩雷拉滚蛋,不言其你赢不了,言其你也赢不了,累把你赢不了,不累把还是赢不了,没胡尔克你赢不了,有胡尔克你赢不了。 天气,聊你赢不了,天气热还是赢不了,我就问你一句话,你想干嘛,也有球迷为这批淡打的上坊球员感到惋惜,这么好的上坊就是不赢球,那么多努力并且有能力的本土球员,结果居然是这样,学指导看了估计心里滴血,更有球迷赫且不成钢地表示,送无雷去横道吧,别让他到退役什么奖杯都没有。